林口仁爱公共托育中心进行自卫消防编组的演练 来增加托育人员在面临危机的应变能力要如何的处理 同时也让小朋友能够适时的了解到有任何意外的发生 公托人员才能够立即将他们引导疏散到其他的安全地方 有效降低人员的伤亡 保姆正在照顾幼儿突然听到广播 教室内发生火警 这时保姆赶紧将幼儿们带离现场前往避难 这是林口仁爱公共托育中心进行的自卫消防编组演练 公所疫症防灾客客长正方中表示 演练项目针对通报疏散引导及灭伙伴三个组演练 各个动作需于两分钟内完成 仁爱公共托育中心特别于今日 按照规定举办自卫消防编组演练 共分为三个组 一个是通报组 一个是疏散引导组 另外一个是灭火班 总共三个组进行演练 那他们都按照规定 在两分钟之内完成所有的灭火及疏散的动作 我们那个配合消防演练 然后每一季都会做一次这样的消防避难的逃生演练 这样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活动 那也配合那个驱公所这边做一些逃生演练 仁爱公托主任指出孩子是很难掌控的每年定期的演习 透过不断的练习让孩子们能够适应 与老师的配合度就会增加 对逃生上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因为孩子本来就比较难掌控 所以你必须透过不断的练习 然后让他变成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那孩子跟老师之间的配合度够的话 在逃生上才能争取更多的那个时间 然后才能避免有人员的一些意外发生 仁爱公托主任表示 借由演练能强化公共托育中心幼儿的照顾安全 同时增加托育人员危机应变能力 当意外发生时 才能熟悉的依照SOP流程 有效的发挥疏散避难功能降低人员伤亡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林口采访报道